台南是有四例 台南新增四例都是与先前的 確診基農20974一同搭富康巴士 到醫院復健因而染疫 21031和21032是家人 21034則是外籍女性CT值低 卫生局擴大監測 篩檢 嚴防醫院端爆發疫情 CT值都相當低 傳染性都相當高 在處在發病的初期 鹽水地區目前累積九人確診 與新營地區這兩塊熱區 是否希望民眾只要有疑慮 都能到這些地方去篩檢 或是去領居家快篩 重點還是疫苗要打好打滿 加碼送禮券來鼓勵接種 雖然改快結斷 改快結束 但是這個不能用希望了 是要靠積極的防疫作為 而在高雄新增兩例本土病例 屬於宮廟旅遊團延伸 案21037和21056是夫妻 與舊案20862在工作場所有接觸 目前沒有社區傳播風險 他在3月2號到20862所服務的場域 去做美容美法 另外市府也公布 接下來的奇經振興方案 包括涉及奇經的市民 可以領300元奇經券 從3月到4月周周推活動 搭渡輪來住宿或是搭遊覽出來 也都能領取100到200元的奇經券 那我們也歡迎大家再回到我們奇經來做住宿 所以針對奇經的旅宿業 美完美房如果來住宿的話 我們加碼會提供200元 過年前爆發高崗群聚 相關足跡在奇經區 導致奇經生意慘淡 除了部長 院長接連來奇經宣傳 現在高雄市府也準備花2000萬投入振興 希望奇經很快又能 人潮滿滿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